好,谢谢 接下来就要开始第二个讨论完结 过去十年金融改革影响了全球 也带来了一些挑战给政策制定者 那么中央银行就要推动创新维持稳定 那么这些科技改革带来了什么好处必处呢 那么它相关的风险呢 又银行们怎么样去处理呢 那么要制定一个好的监管架构需要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的嘉宾就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这个讨论的主持是余伟文金管局的总裁 我们的嘉宾们有新加坡 还有Ravi Manon还有Rashore Rao是印度储备银行的行长 还有Eric Tedding, Severus Riskbank的行长 欢迎来到我们第二个部分 是这个货币系统的一个未来 我们有一系列嘉宾来讲 这个Ravi大家都熟悉了 Rajeswar他是来自印度的 他非常熟悉央行的数码货币 所以在瑞典我们看到了一个五六年前 他们推出了这个亚行数字货币 我们看到了很多这金融的科技改革 会影响支付会出现不同的冲击 最大的两个就是区块链还有人工智能 我们暂时不说人工智能 因为光是人工智能就要花一个小时讨论 那么区块链呢 大家看看过去几年 区块链带来了这个数码资产 这个生态和央行的数字货币 很多央行都推出了 金管局也做零售批发的方面的项目 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代币化 那么我想问一下每一位嘉宾 这些改变会怎么样影响 我们未来三五年这个生态呢 先从Ravi开始 新加坡那边在过去几年呢 你就带领了你的团队 你们在新加坡那边有一个很好 很蓬勃的这个生态 你会推出稳定币的立法工作 还有一些代币化的立法 那么这些新的元素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这些东西怎么样去整合 这些新的元素 它怎么样跟传统的金融互动呢 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好的 谢谢余先生 感谢香港金管局他们做出的安排 我很开心 过了一段时间能回到香港 看到了香港的活力 它象征了整个亚洲 那么今天的题目选得非常好 你就像你说的 两大的冲击影响我们金融系统 一个是数码货币这个代币化 第二是人工智能 或者明年的讨论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人工智能 代币化还有数字资产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 然后我们退一步看看 这个推动这个行动的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代币化 在我们讨论亚行的数字货币之前 我们先说说代币 这个有点像 五十年前我们讨论的证券化 这个代币化 意思就是你可以拿任何的资产 实体资产 你可以把它代币 把它代币化 你可以放在一个财块记录上面 那么代币化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拥有权 这个代币里面 就包含了这个产权的信息 它就允许了两个操作 它可以直接的交易 行内的人就把它 叫做实时的交收 就两块资产可以交易 你可以把两个资产放在同一个平台上 今天你购买证券 你要付费 是两个交易来的 如果跨国 那就很多的交易需要进行 你把一个东西把它代币化 放在同一个会计平台 就可以无逢的交易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第二 它可以允许分散 分散化 就有点像证券化 你可以把任何的资产 把它分成很多散分 那都代表两个意义 就很多的投资者 可以投到资产上 这个资产的拥有人 他可以把资产流动 流动起来 把资产分成散分 来进行交易 那么你怎么样去掌握那些好处利益呢 那么这个就是 金融交易系统就会利用这个一个平台 它利用这个区块链 在一个会计记录上的区块链 那么这些资产你想进行无逢的交易 那么你需要一个交易平台 这个就引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这个主题了 就是这个货币系统 那么我们未来的货币系统 跟目前的不会相差太远 就像青双银行说的 是一个两层的结构 今天我们的现金有两块的 是纸币跟硬币 还有另外一个商业的负债 就是银行的存款 大家大部分的资产都在 90%以上在是银行存款 然后余下的就是现金 这种两个层级的体系 不太可能发生改变 但是唯一的变化就在于代币化 至少说货币体系的一部分 会出现代币化 也就是说 原来是交易所 现在是代币化资产 我认为 可能对于代币化货币来说 有四个竞争者 第一个是央行数字货币CBDC 它也就是 硬币和纸币的代币化形式 同时还有央行 在商业银行的这些储备 我们有央行的储备 有商业银行的货币 所以以后 可能有零售的CBDC 银行持有 还有向公众发送的CBDC 这在中国内已经实现了 这是一种代币化货币的形式 我觉得第二种 就是银行债务的代币化 因为95%的货币 其实都是银行的存款 我们在数字化的时候 只不过是从一个账户 搬到另一个账户 但是在代币化时代 可以把账户代币化 这样的话 可以放在账本上 上链之后 在整个区块链当中 分布式账本当中 资产就流动起来了 我觉得这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方 现在做了很多试点项目 在许多在座的央行 你们已经开始了 这方面的工作 不仅仅是试点 而且已经进入了 实际的产品 只是还没有规模化 第三个竞争者 那我相信这个 不是全球都公认的概念 就是经过监管的稳定币 保证价值的稳定 我知道稳定币 在过去几年名声不好 稳定币 好像大家认为并不稳定 我们应该严格监管 这个稳定币这个词的使用 如果价值稳定的话 那么这些稳定币 既然是由非银行机构所发行的 那它就应该成为 我刚才描述的 这一系统的有效的补充 有CBDC 有代币化的货币 还有监管的稳定币 银行的存款可以代币化 昨天周小川行长已经提过 我们相信银行的角色 包括流动性 包括最后借贷人等等 但是稳定币没有这些特色 因为它是由非银行机构所发行的 我觉得现在监管机构的方向 就是要把它成为一种狭义的货币 稳定币其实是由高质量的 政府证券所支持的 那它只不过是代币化 它可以用在各种应用当中 而且我们也可以利用 在非银行业界的创新 那最后一个竞争者 就是私营的虚拟货币 包括比特币等货币 我认为它已经 没有通过货币的测试 因为大家都认为它是一种炒作的工具 没有人会把一辈子的存款 放在这些虚拟货币上 我认为它没有经过货币的考验 所以很不幸 他们没有经过货币的考验 我相信他们可能会离开现在的市场 所以只有剩下了CBDC 还有银行债务的代币化 以及经过严格监管的稳定币 这会成为未来货币体系 三足鼎立的局面 好 谢谢Ravi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代币化将是未来的趋势 在接下来三五年当中会越来越显著 我们等会儿会再谈谈代币化资产 但是现在我们先把焦点 放在央行数字货币上 我先问问Eric一个问题 我知道你们银行已经开始了一个项目 2017年就一直开始 你们在过去几年 瑞典中央银行 一直是在做数字客廊的项目 我们知道瑞典在支付系统方面 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数字化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我们在说到零售CBDC的时候 总是会觉得有问题 但是您觉得现在的电子客廊 或者说数字客廊 是不是能够替代瑞典克兰货币呢 好 谢谢Eddie 我们先从我听过的一句话开始吧 三四年前 我有一次搭飞机去法兰克福 当时他们说只收信用卡 我坐出租车的时候 后来我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 打车 他们又说只收信用卡 那我现在坐在香港 我现在身处亚洲 好像现在瑞典的状态 就跟很多亚洲国家一样 现在中国内地已经不太用现金了 不过你去欧洲的话 现金依然是主流的支付方式 在欧洲大多数经济体都是这样 当然北欧国家是例外 我从来不用现金 我的孩子们可能都没见过纸钞 那这其实挺遗憾的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给他们钱呢 我们只能够给他画个墙纸 拿一张纸画一张纸钞 告诉他们纸钞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CBDC 其实在瑞典的历史 已经有很久了 我们做了不少试验 主要是测试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 那我刚刚屡职不久 我经常给同事说 好像技术方面的问题 很容易解决 在我们测试环境当中 其实是可以把CBDC和银行系统 整合在一起的 我们也可以把CBDC 融入零售商户的交易系统 所以这些都是可行的 我们现在正在试着做什么呢 不仅仅是零售 而且也是为了整合系统 就是要做好离线的支付 离线的支付必须要完全稳定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去追踪 支付的情况 包括付款人和支付本身 那这种支付必须要有一些可信度 那这当然是一个价值连城的问题 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么一种矛盾 我们的数字化程度太高了 所以说你要再实施什么新的方案 很难去说服公众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央行的钱 不用私营企业的钱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很难理解的 当然在我们这儿大家会讨论 但是对于公众来说 他们可能会更信任私营企业的方案 从四五年前以来 我们一直是在使用移动支付 现在移动支付已经超越了信用卡 我们把它叫做Swish 因为你在刷卡的时候 这个声音就像Swish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Swish 那在瑞典我们经常说 You swish your kids 就是你刷卡 你去给人用电子支付的方式付款的意思 它已经从人点到点的付款 到资本市场 商品市场的付款 甚至商户之间 企业之间B2B的付款 都可以用电子支付 我们再说到CBDC的问题 可能要花30年 40年的时间 才让大家接纳信用卡 那么现在电子支付也是一样 但是移动支付 可能不用那么久 10年12年就可以完全拓展到整个市场 因为它有一些更显著的卖点 那我们还是比较怀疑到底CBDC是否能够大规模推出 不过它还是有优点的 那我们先看一看它有哪些优点 一 它是可以给私营市场的货币提供一种锚定 比如说现在你有了钱 但是这是一种幻想 其实这些钱你要真正把它从银行里面提出来 是不可能的 那这种你包里面的钱 可以和银行里面的钱形成一种镜像的对应 所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你信不信都好 它就在银行当中 我们很难拒绝这样的概念 你的钱其实是在银行的存款当中的 所以它是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相关的 这是其二 数字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在于垄断 比如说一两个系统垄断市场 或者银行一起垄断市场 如果一种方法行不通的话 我们要有替代方案 这对于银行 对于建立韧性都非常重要 我相信对于全球 特别是对于我们国家 特别重要 我们临近俄罗斯 我们不想讲地缘政治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问题 我们相信地缘政治 并不仅仅是人们在报纸上读到的一些新闻而已 它会对于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风险 所以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必须注重有任性 抗风险性这种问题 当然还有一句话 是我在和乌克兰的央行同事谈话当中听到的 当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认为 乌克兰银行会拼命地去找现金 最开始是这样 当然现金数量下降了 网上支付在上升 因为网上支付当时还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说在战争当中 你带着现金到处走 肯定会遇到各种麻烦 所以各国都在建立抗风险的支付体系 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说说 对于一个小型开放的经济体 又靠近欧元区这样的经济体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瑞典必须要做好准备 要和欧洲大陆一起联合起来 但是不要做出头鸟 从稳定的角度来讲 从战术的角度来说 最好是说跟大队 最好是当我们看到 在欧洲的一些进展之后 再跟随我们和ECB 欧洲央行有着良好的关系 我们在国际央行当中 也有一定的话语权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好 谢谢 再回到您刚才讲的这个故事 包括在机场打车的时候 当然 现在在香港机场打车 一般出租车司机都不会收信用卡 都在收现金 我们努力地劝服他们用电子支付 但是我们要更努力才行 好 我们再回到Rajesh这边 印度步伐非常快 而且进展也很显著 特别是在CBDC方面 我们知道对于批发和零售的CBDC 都是这样 对于零售CBDC来说 你们已经超过了1亿用户 超过了及时支付系统 批发CBDC 你们已经可以用作 政府债券的交易了 那好像你们走得比我们更靠钱一些 您能够谈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们采用CBDC 现在在数字货币的采用方面 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谢谢Eddie 首先要祝贺您 要祝贺国际清算银行 度过了30周年和25周年的周年庆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 我们看印度的情况 我们在金融交易当中 用电子支付很多 增长很显著 从2018年3月就开始了 现在有2023年3月了 那么这个数字增加了395% 所以增长得非常显著 我们一个零售计划 是22年12月推出的 它基本上是一个数字化货币 它从4家银行4个城市 现在13家银行80个城市推行 开始的时候是个人对个人的 目前我们有超过275万人参加计划 这个规模就扩大 包含越来越多的人群 所以我们希望能规模化 才推动下去 那么数据显示 这个央行数字货币 就像其他的改革方面 它能够满足 未想象到的需求就会成功 它会使用我们现有的技术 我们的基础建设 所以这个基础建设是关键的 我们在设计一个统一的支付系统 那么为了推广这个认寿性 我们跟UPA 其他系统把它可以共用的 我们央行数字货币 它应该有实体货币的一些功能 包括这个私营 因为现在这个个人的私营呢 还有这个数码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这个央行数字货币 可以跟实体货币有同样的安全可靠性 另外一点就是 另外一点就是 这些货币等等的要求都可以简化 那么我们金融市场的交易啊等等的都可以便利化 它未来也可以使用这个代币化 还有我们现在的证券化货币啊等等啊都可以带来一些改革 这个代币化就会带来这些好处 那么为了现代化我们的架构 中央银行这个 央行数字货币 可以应用这些科技的发展 这个数码货币的共存 需要我们仔细谨慎的去监管 银行的监管机构啊等等需要面对这些挑战 我相信这个数码货币可以提升我们现在的系统 我们可以发展 他们可以贡献一个更好的基础建设 我们可以提升任性还有提升我们的效益透明度 所以这个就可以提升我们的暴容性等等 好谢谢 我们刚才提到了 银行数字化的代币化 那么我们先再转一下话题 讲讲这个资产 刚才Ravi都提到了这个代币化 我们香港也有政府债券 可以有这个代币化 那么我们嘉宾们觉得这个资产代币化 有什么看法呢 可行吗 是不是一个新的趋势 能不能成为我们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还有你觉得要推动他会遇到什么困难呢 想要把这个代币化把它成为主流 成为一个主流 我们需要克服什么问题呢 这一次我从Eric开始吧 我就简短一点 因为Ravi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估计有几个大原则吧 代币化 区块链 加密货币 它是一个分散化 可以说是一个政治运动 它当然有一些好处 Ravi也提到了这些好处 但是那个结算系统 这是一个中央系统来的 那么你要拿一个技术 它应该去中央化 把这个金融系统去中央化 然后这个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要有一个全球的配合 比如说你要有真正的交易 有资产产权的交易 我们目前是在起步阶段 就没有 还在试验阶段 它目前这个采纳度不是特别高 中央行们需要关注 还要关注一下那个稳定性 要准备出手 因为这个技术还在演变 要准备随时出手 去监管 回到代币化 资产代币化这问题 我想跟之前 央行数字货币 连起来一起讨论 我们希望有一个分子结算 因为你能把两个资产实时的交易 你就避免了这个交易风险 你没有重复合正的 尤其是跨国的 也不需要一个抵押品 等等 所以你就对冲了这个交易风险 这个是使用央行数码货币的一个好处 那么在国内的结算 这个好处没那么大 我们明年也会做一些试验 我们会做一些银行之间的一些结算的试验 但是跨国这个 交易的成本可以大大的减少 目前我们新加坡跟印度有这个交易系统 因为我们的支付系统连起来 但是银行还没结算 这个就增加了成本 那么这个批发的 就可以达到了这个目的 香港就有Mbridge这个系统 没有一个中央的 它有多样货币来进行 新加坡也透过登板做同样的工作 那么有了分子的结算 使用央行的数字化货币 那么我估计这个央行的数码货币 那个可信度会高一点 那么说到这个资产 目前在外汇的固定收入 香港有债券、证券再进行一些试验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他们已经跨越了试验街道 他们已经进入生产规模 问题是能不能把它规模化 那么在外汇 你希望能够24小时 一周七天的去操作 你有一个庞大的网络 你希望提升这个流动性 你希望有一个共同的会计记录 来记录这个代币化的资产 这个英伦银行跟新加坡 在研究这方面的可信性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把债券代币化 那么在跨国 就有意识了 就可以节省成本 那么在无论是 配售啊 结算啊 瑞士银行UBS也在进行这个工作 他跟DBS银行 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日本新加坡 和瑞士在探讨这方面的可信性 那么我们有实时交易 不是实验室做的 那么规模化的问题就是 他们分散在不同的网络 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财块记录 清算银行也讨论过了 Augustin在新加坡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新的金融架构 代币化的 我们就有一个统一的财块记录 就可以记录这些资产 这个概念是 这个 这个思想 非常的宏远 它的回报 庞大 可以节省成本 我们大概有六家央行 还有我们叫做 Global Layer 1的架构 它的目标就是 透过使用智能的合同 你可以在平台上加入你的要求 你就可以在设计层面 已经做到了 这个打标打归的要求 通过智能合同 你可以加入了资本控制 法规的AML 打击洗黑钱的法规要求等等 所以 你能够构成一个 全球的一个层面 那么 这个就目标非常的宏大 技术上是可以的 问题是 能不能夸司法区域 夸司法管辖的区域达到这个 能够达到这个普及 好了 我们已经在推广了这个 政府债券的代币化 你如果要推广就需要有一个全球标准 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不同板块 它自己不同的管辖去有自己的要求 那么你要真的要代币化起步 那么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行业标准 大家都满足同一个标准 所有的系统都可以融合起来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方向 你提到了跨国的支付 那么使用区块链 使用央行数字破币 我们这个 它的潜力很大 它可以解决这个跨国支付太慢 费用高 那么 我知道印度在尝试不同的跨国支付系统 比如说你跟新加坡有一个系统 你跟阿联酋有一个项目 那么这些跨国的支付 它们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资本 流进流出的要求 还有不同打击洗黑钱的打标的要求 那么要简化跨国支付 我们提到了会降低成本 我之前也说了 央行的数字化货币可以达到了这个目标 可以减低成本 这个系统应该是跨作业系统的 那么要实际Loss 就可能国家国家之间要妥协 这个央行数字货币 可以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们可以重新制定一个平台 就利用这个央行数字货币 我们已经跟新加坡有一个双边的项目 我们跟邻国跟布丹 尼泊尔阿联酋都开始谈判 我们透过一个双边的协议 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未来可能需要多边的合作 这个是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其实在多边的层面上 它更为有效 所以新加坡的许多项目 考虑到和不同 即时支付系统的联系 包括香港的Enbridge 也是为了创造一个CBDC平台 让多个司法管辖区都可参与 这是两个很有前景的项目 我相信他们最终将会带来多边的连接 而不只是双边的连接 但是互操作性的问题 也许还需要有待时日来解决 Eddy您说的对 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拆解一下 有一个问题是跨境的支付 另一个问题是跨境的结算 我们刚才说到的连接 最近在新加坡和印度之间的连接 其实我们是把两个 即时支付系统联系在一起了 和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有相似的安排 这并不复杂 但是还是要花一年时间才能够完成 因为有协议的问题 印度对于资本流出有一些规定 这些都要考虑在内 但是一旦建立起来之后 用起来很方便 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可以增加2%的交易价值 现在跨境支付 要付6% 8% 10%的高价手续费 这简直是犯罪 因为这些都是穷人 中小企业 他们小额支付 却要付这么高的手续费 所以我们在建立了双边连接之后 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了 不需要CBDC 其实不需要区块链 我也和Shek de Kahn 航长一起宣布这一项目的启动 当时还有两国领导人的建政 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转印度卢比100块钱 然后用新币还回来 所以结算体系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所以香港做的Enbridge项目 就是要有两家结算行 比如说现在 我可以直接把钱存到Rajesh的银行账户里面 我只需要知道它的身份验证码就可以了 用我的手机就可以存进去 直接存到印度卢比的账户当中 所以它的银行是面对着结算风险的 但是如果有电子卢比 电子新币 所有都以CBDC的形式出现 那两个银行一下子就结算了 这一点不好做 因为我们没办法扩大规模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Enbridge Dumba 还有其他国家所做的一些试点项目的话 那我们的前景更光明 所以国际清算银行的创新枢纽 就在做这个 这就像签订自贸协议一样 双边的协议总是不容易谈 所以我们有多边的贸易协议 大家都可以参与 那现在国际清算银行 正在领导Nexus项目 就是希望创造一个多边的支付平台的联系 我们希望菲律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等东盟国家 也可以参与 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也是为了和欧洲的系统 巴西 印度 中国的系统连接起来 我觉得这是比较容易达成的目标 现在它已经可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弊益了 我们不用搞CBDC或者区块链就可以实现 我觉得只有两鬼的工作 首先是要把即时支付系统联系在一起来 他们可以做小额的汇款 但是长期来说 当把Enbridge将会给你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可以做好结算的工作 我觉得运用快速支付系统 去支付跨境支付 你在镜头面前 在有人见证的情况下做 这个压力很大 我们昨天也做了一个PFS 转述块的演示 我觉得不容易 好 现在我们还有大约10分钟时间 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各位现场的观众 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 向我们发送问题 我会把问题读出来 大家也可以直接举手提问 好 这边 谢谢Eddie 谢谢各位嘉宾的精辟见解 我来自金管局 我有个问题 想问问采用数字央行货币之后的影响 你可以想象 现在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 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是纸币和硬币 但是他们的储备 其实是另一个货币池 彼此分支互不交流 所以现在我们对于银行货币 如果有需求的话 银行就直接发行就好了 那么这对于货币的状况 财政状况已经有影响了 如果我们把现金 纸币 硬币 这样的话会影响货币系统的运营 也会影响 央行的运作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您会不会建议把这两个资金池分开 如果我们要发行数字央行货币的话 我们要不要把它和储备货币 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储备的资金 把它和央行数字货币分开 那Eric Ravi 你们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背后 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就是到底央行应该发行多少CBDC 现在纸币和硬币只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已 发行纸币或者印钞 它并不会造成通胀问题 因为大多数货币的供应 并不是以这个形式发行的 但是CBDC会改变这一切 问题就是到底要发行多少CBDC 在我看来 央行应该为CBDC设置限度 如果说CBDC和纸币硬币差不多 或者和央行的储备差不多的话 那这只是一小部分的货币供应 可能只占5%到10 我们不想发行更多的货币 不然的话货币基础就太多了 那现在我们对于CBDC的需求很强劲 刚才大家都说了 大家希望有选择 想要以数字方式持有央行的储备 就算是在印度 其实电子钱包的使用率 也没有那么高 因为还是有一些人想要硬币纸币 有一些人想要CBDC 所以只要是央行 在货币供应方面比较谨慎的话 我认为它不会让货币市场的操作 更为复杂 可能在危机当中 人们会有很高的需求 这样一来我们一直在想 当然这对于其他项目也是一样 所以一定要有个限度 我们不可能 让市场出现大规模的银行挤兑 这会造成稳定性问题 我觉得大家都会同意 CBDC并不应该用现金来补助 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吸引大量的资金 进入CBDC领域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 Ravi Menon刚才都强调 我们的稳定币 需要有受到监管的货币来补充 但是从经验上来讲 现在稳定币 其实就像2021年11月Business Week的一篇文章说的 那我们到底如何去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市场好像对于这种银行新型货币的供应 是持有非常容忍的态度的 那用Ravi来回答吧 其实我感觉到很惊讶 人们对于这种高度波动的虚拟货币 包括稳定币还是具有极大的兴趣和需求 我感觉非常惊讶 你看世界各地的监管者都在告人们不要去投这些货币 那在新加坡我们也实施了一系列的限制 包括在零售方面 人们不能购买虚拟货币 还有稳定币 我们只是说做了一个区别 有一些是金管局发行的稳定币 他们可以和其他的 虽然的虚拟货币区隔开来 是由我们支持的 那么这个就是狭义的银行 那这是一方面 如果对于稳定币的这种支持比较弱的话 人们就可能会认为 他们的价值更高 就算是那些受到支持的稳定币 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小型的波动 那这就反映了市场上的一些怀疑的态度 对于他们稳定币的价值有怀疑 所以我还是会非常谨慎的 但是如果他们管理得当的话 还是有前景 所以我们要有监管的框架 要给几个有限的稳定币发出牌照 看他创新到底做得如何 那这种监管 必须要以全球化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稳定币是没有国界的 我们非常高兴 金融稳定委员会 已经列出了一些原则 说明稳定币的监管框架 我想新加坡和香港 还有其他地方 其实我们的稳定币的立法监管框架 都是一样的 完全提供支持 而且完全区隔 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有这么一层支付手段 而且它是受到强监管的 和Ravi讲的一样 CBDC将会成为基础层 它将会支持下一层 也就是私人的虚拟货币 包括代币化资产 还有稳定币 我想这可能是未来货币市场的样子 好 各位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想我们时间控制得非常好 我也不试图做什么总结了 但是请各位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几位演讲嘉宾 谢谢Eddie 谢谢各位嘉宾 请各位移步至台前 合影留念 我们将会照两轮合照 一个是给大会的摄影师 一张给媒体 因为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央行行长 好 大家都说Swish吧 好 请各位稍微留步再照一张 让媒体的摄影师留下这一瞬间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各位 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各位演讲嘉宾